就是我儿子就是不争气 说话经常会伤人 伤到我师父了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我看见人家 全家福一起去玩 我都很羡慕 所以我就穿我儿子 你一定要把亚文找回来 我给我睡了 现场哭求儿媳回家的这位老人 就是黄先生的妈妈 他怒斥儿子不争气 把这么好的媳妇气走 每当看到别人一家人 团聚在一起时就羡慕不已 现如今孩子整天哭着喊着找妈妈 当奶奶的可谓是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所以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妈妈陪同儿子一起来到节目组 希望邓女士不计前嫌 和自己的儿子回家 节目刚开始 老人家就泪流满面向我们哭诉 子杨每次离走他都哭了 他就是说 我每次都舍不得妈咪走的 就是怪我的儿子不懂事 又懒惰整天在家里 我真想把我的儿子不争气 这么好的媳妇都给丢了 老人家手里拿着的那本离婚证大家也都看到了 话说黄先生和邓女士是在八年前结的婚 在这八年来 邓女士一直嫌弃丈夫无能 对家庭极其不负责任 甚至还因为一些琐事对她动手 这种浑浑噩噩的生活整整持续了八年 终于有一天 邓女士受够了这种日子 于是便提出了离婚 就这样八年的夫妻从此刻一派两散 2007年12月11日两个人领了结婚证 但是现在这个结婚证已经写上了双方离婚证件失效 好那离婚证上的日期呢 2015年1月30日也就是刚刚一年 现如今两人已经离婚一年 在这一年当中 孩子奶奶每天都以泪洗面 悔恨当初没能留住这么好的儿媳 而这次来到节目组 也是老人家提出来的建议 希望两人能重归于好 与此同时黄先生也正有此意 既然母子俩都想挽回这段婚姻 那么对此 邓女士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十年的感情走到最后 却让邓女士感受到了绝望 甚至可以用单亲妈妈来一次形容 那段悲痛的经历 话而言之 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倒不如自己过 还省去了每天吵架不开心的那些琐事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 黄先生不懂得怎么去爱 什么叫责任 才由此产生的这些矛盾 所以邓女士这次能来到现场 就是想告诉的 当初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离开 要让前夫明白 这段失败的婚姻到底是由谁造成的 那么既然如此 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 这对曾经的夫妻 在这八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我小孩出生以后呢 无论是在生活上 抚养和对小孩的照顾 都是我一个人撑着 抗着 自打两人从结婚那天起 他们的生活条件就非常紧迫 再加上孩子的到来 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难上加难 而那时的黄先生还没有稳定的工作 整天抱有幻想 打算用创业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条件 但能力不足的黄先生 一直没能创业成功 反倒搭进去不少钱 这对于两人的生活可谓是血伤加霜 但那时的邓女士还没打算放弃这段感情 而是选择边打工边带娃 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抚养方面 都由邓女士一个人来扛着 与此同时在这段艰难的时期 有一个人邓女士非常感谢 那就是婆婆 这些年来 一直都是婆婆帮忙照顾这个家 换而言之 就是替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尽心尽责 可这一切并没有让这个无能的丈夫觉醒 反而变本加厉的对这个家造成伤害 我儿子发烧了 然后也是按照灌场一样 每次发烧都是我一个人在抱着小孩 抱到天亮 然后我就抱到天亮 然后我连出门 我就说你要照顾好小孩 你知道他跟他我讲什么话 他说我不会看体温计 我当时听到那句话真的崩溃了 是的 你没听错 35岁的黄先生竟连体温计都不会看 又有什么能力帮着召开小孩呢 所以在这些年来 家里的大事小情 都是邓女士和婆婆在支撑的 而黄先生就跟废人一般对妻儿不管不顾 不仅如此 还因为一些琐事向妻子动过手 因为这些事情也跟他吵过 吵架的时候就肯定就是那个嘴巴就不好了 吵得很过分的时候 他就动手打了我 他打了我 我也就是缓急两个 就是互相施扯了 施扯完之后了 然后就去到孩子面前就是动手啊 视频看到这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男人既没能力 又对妻儿不管不顾 还变本加厉伤害彼此的感情 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彻彻底底的渣男 但事实并非如此 俗话说得好 一个巴掌拍不响 之所以黄先生对妻子动手 也是被逼无奈之举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家庭暴力 原因还要从两人多年积攒的矛盾说起 首先邓女士嫌弃丈夫无能令她大失所望 由此对丈夫也是爱答不理 虽说两人是夫妻关系 但在邓女士看来 这就是一段有名无分的婚姻 早已没了夫妻之情 也正是因此 让黄先生感受到被冷落的滋味 与此同时也让黄先生感到焦虑不安 所以这样的日子 让彼此都非常压抑 久而久之矛盾越攒越多 等到了忍耐度的极限之时 随之而来的怒火也就爆发了 然而 这段纠葛的婚姻 一直持续到2015年1月份 最终还是因为一件小事 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结果邓女士没有等到丈夫 而是自己抱着孩子 背着行李一个人徒步走回家 可到家之后 反倒被丈夫一通指责 也正是因此 两人大吵一架 再一次动了手 我就一回家 他也不管 小孩在城壁就跟我吵起来了 说我有什么 请你是公主病 要人接 看我妈去接你 你又接不到你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是奶奶去接我们 但是奶奶是 去了另外一个路口接我们 没接到 结果两个吵起来 他就又动手了 就是因为这点小事 两人闹到了离婚的地步 当时是邓女士提出的离婚 黄先生也没有拒绝 经过两人商量后 便协议离了婚 六岁半的孩子 由黄先生抚养 奶奶承担起了带娃的重任 邓女士则带着 应得的财产而离开 但在离婚这段时间里 邓女士每天都会在下班后 回来看孩子 辅导孩子写作业 帮孩子打理一些大事小情 随后就会离开 可六岁的孩子虽说不大 但他也知道 爸爸妈妈现在的情况 所以面对妈妈的临时陪伴 孩子总是留恋和妈妈 在一起的日子 经常会因为想妈妈而哭闹 直到一年后 奶奶见孩子实在是太可怜 再加上对儿媳的思念 于是便带着儿子 来到节目祖求儿媳回家 此时此刻的老人家 正在台下看着他们述说往事 之所以两个人能有这次机会 也都是黄先生的母亲 促使两人来到现场 那么接下来就请出这位可怜的老人吧 妈妈我希望你帮回来 我家很需要你 来妈妈到这儿来 我个儿子也不懂事 老人家刚上台就直被儿媳走去 抱着曾经的儿媳痛哭不止 哭求儿媳跟自己回家 可见当初婆媳关系相处得非常好 与此同时婆婆对这个儿媳那也是相当认可 但就是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此刻的老人家恨铁不成钢 悔恨当初没能教育好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也有我的一份责任 因为小时候我太惯快他了 但是后来他长大了 他还是不够长进 我就是恨铁不成钢 提起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老人家既后悔又自责 当着众人面教训了一顿 也算是给儿媳一些安慰 但要说起儿媳老人家的态度 立马转变 自从邓女士嫁到他家以后 这个儿媳对这个家可谓是尽心尽责 不但要工作养娃 还知道孝敬老人 端茶倒水 爱食吃药等一些儿女该做的事情 邓女士都做到了无微不至 甚至比儿子都强上百倍 反之婆婆对儿媳也不差 有一点好吃的都要想着儿媳过来一起吃 平时儿媳忙不过来时 也都是婆婆帮忙分担 所以婆媳之间的关系相处的 那是相当融洽 但就是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儿子 把这么好的儿媳给气走了 这让老人家实在是有苦难言 我看见人家传家服一起去玩 我都很羡慕 人家都说家里的事 但是我家伙 我儿子不离开 所以我就穿我儿子 你一定要把雅文找回来 你一定要好好地对他 此时此刻老人家的心情真的是很无奈 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儿媳回家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能用哭球来打动邓女士的心 希望她能不计前嫌满足这位可怜的婆婆 完成最后的心愿 那么面对这种场面 邓女士的态度尤为关键 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吧 但是我不是希望奶奶帮她做这些事情 刚才你儿媳说了一段话说得特别好 她希望她去做一些什么 而不是你 所以你要想让她回去的话 我觉得做妈妈的职责 你已经尽到了 你先下去休息好不好 没错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样 无论是妈妈还是婆婆 这位老人都已经尽到了责任 到底能不能挽回这段婚姻 主要还得看黄先生怎么表现 但在此过程中 黄先生一言不发 就这样看着妈妈默默地离开 所以从现场来看 想要挽回邓女士的可能性很渺茫 而更重要的一点是 两人在离婚的这一年当中 邓女士已经有了新的恋情 这无疑是给母女俩当头一棒 几乎没有了挽回的希望 问您一个您个人隐私的问题 好 这个问题我想问 您可以选择不答 好吗 好 就现在有新的情感开始 我选择不答 那我有答案 答案很明显 这次邓女士来的目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只是想澄清 这段失败的婚姻 是由谁造成 并不是想给母女俩留有希望 所以这件事 到此刻就已经猜到了结局 不过图老师并不认为 这一切的过错 都是黄先生一人承担 其中母亲和妻子各有责任 本来如果遇上一个妻子 成立了家庭 有了孩子 倒是可以锻炼她的能力 但偏偏又碰上一个个性签名 喜欢支配他人的妻子 虽然精明强干 却缺乏智慧 而每当急躁的性格 一旦产生 双方一旦开始一些矛盾的时候 那个不该插入进来的母亲 又把你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些 战场后的灰烬打扫干净 所以这个男人怎么可能成长 其实今天所说的这些事 整场都是邓女士一人在诉苦 黄先生几乎没说什么 但图老师从中看出了问题 之所以能造就出 这样既无能又无责的男人 跟妻子和母亲脱离不了干系 不过这些话 肯定会让一些人反驳 但你仔细想一想其中的内涵 你就会明白 图老师所说的这些 到底是何用意 我们打个比方 例如你是一个底层人士 每天都会遭到高层人士的歧视 久而久之 你就会越来越不自信 甚至对那些歧视你的人 有了仇视的心理 就在这时 你的母亲出现了 来劝说你不要在意他们所说的话 做一个普通人 过自己的生活就足矣了 所以我们再回头想想 这对曾经的夫妻 这不就是邓女士 嫌弃丈夫无能 母亲帮儿子打扫战场 才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走到今天这步 但凡邓女士对丈夫态度转变一些 哪怕给一点点鼓励 不要用冷漠歧视的态度 去对待丈夫 也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 但话又说回来 归根结底 还是黄先生无能 才是整件事的祸根 现如今妻子离开 母亲气不成声的苦苦哀求 这可真是悲哀啊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啊 就让你特别替他们难受 没有能力窝囊的 还有点情的人 你会特别难 就是他这个味啊 就是他 他就是这个味让他持续了十年 对 他就是这个味 你说他魂不灵灵吧 他看上去又可淋巴巴像个孩子 我相信像黄先生这种情况的人 不占少数 被老婆嫌弃又没能力去反驳 只能把压抑心中的怒火 用武力释放 结果导致家庭破碎 父母也跟着上火 正如主持人和图老师所说的那样 黄先生如果不去改练自己 那么这个窝囊的男人 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 让人瞧不起 我自己认为 就算无论有没有新的人出现 新的恋情出现 我不想跟你纠缠下辈子 我不会因为小孩去将就 所以说结果可想而知 邓女士毫不留情地选择离开 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 而母女俩则空手而归 即便是母亲用泪水和孩子 也没能挽回这段婚姻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那么到底是邓女士无情是利言 还是黄先生无能不负责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